Make粉底液 来咯 这是我唯一了解到一个品牌 是适合混合肌肤的粉底液 你又害怕干又害怕油的女生 一定要买这个粉底液 就是又持妆又清透 然后又保湿 然后又控油的粉底液 来 所有女生 我们来给小助理试一试 我要用一下NC20 NC20 这个粉底液打出来就是皮肤超自然 就像自己的肌肤 它不是那种粉底液 是那种偏白掉的粉底液 它是那种偏自然色的粉底液 我打出来之后 皮肤特别特别像自己的肌肤 我用是NC20 我感觉还可以 打完之后的颜色 虽然说它看上去是 很黄黄的 黄黄的 但是它上脸是真的还蛮好的 对 你打到脸上其实是会不一样的 水光奶油的感觉是不是超厉害 这有一点点 斑还是什么东西 再这遮一遍 好 来 小助理在那边 再有另外一边的颜色 N18 这边是稍微白一点点的颜色 看一下 其实没有太大区别 MAC这个粉底液的话 我跟你大家说 就是说实话 它不是那种遮瑕型的 它不是遮瑕型 但是它是什么 是你就是很好掌握的一款粉底 它可以叠加 就是你打一遍 你可以打出自然裸妆的效果 就是别人看不出你化妆 然后你打两遍 就可以打出那种遮瑕型粉底的效果 就是它会比较专业 比较那种多变 所以的话 而且它可以叠加你们家 任何一瓶粉底液去使用 所以MAC是很多化妆师的那种首选 我来说一下颜色怎么选择 皮肤白选择 N18 七微同款色 皮肤自然 选择N2 NC20 张盈兴同款色 如果皮肤非常白的话 买N15 看一下颜色 NC15 N20 然后这个是18号 其实皮肤只要不偏黑 就买NC15 N15会不会用了皮肤特别的惨白 它不会 因为MAC的粉底它们用上去不会皮肤特别的惨白 然后N12是亚洲限定色 是超白超白的颜色 如果你就是跟李佳琪皮肤一样白 你可以买N12 就真的是白到发光的买N12 到 喽 从